库克亲口承认持有加密货币 但苹果短期内不会接受比特币支付 11月10日消息 据外媒报道 在美国当地时间周二播出的专访中 苹果首席执行官被问及是否拥有比特币货益态房 他亲口承认自己持有 但库克曾经说 苹果短期内不会接受比特币 作为购买该公司产品的支付方式 库克称 我的确持有加密货币 我认为将其作为多元化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合情合理 库克承认自己对加密货币感兴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也始终在研究这个领域 不过 库克表示 他的兴趣是出于个人角度 并驳斥了有关苹果可能接受加密货币 作为购买苹果产品说法 此外 库克还排除了苹果动用公司资金 购买加密货币作为投资的可能性 库克说 我不会去投资加密货币 不是因为我不会用自己的钱投资 而是因为我认为 人们不会为了投资加密货币而购买苹果股票 今年8月份 顾克收到了500万股苹果股票奖励 当时价值7.5亿美元 顾克曾表示 他计划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捐赠给慈善机构 苹果目前没有任何加密货币产品或服务 但他确实允许在iPhone应用商店上安装加密钱包应用 但也禁止挖掘应用 如果苹果真的推出加密货币产品或服务 可能还需要很多年 Apple Pay的一位高管 曾在2019年表示 该公司看到了加密货币的长期潜力 顾克表示 虽然苹果正在研究加密货币技术 但我们目前还没有计划将其投入使用